瑞典加入北约的进程遇到了障碍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8号批评土耳其 希望瑞典做一些做不到或者不想做的事情 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表示 不确定瑞典和芬兰两国能否在今年加入北约 瑞典在萨伦召开安全会议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出席 参加会议的还有芬兰外长哈维斯托 俄乌战事去年爆发后 瑞典籍芬兰放弃数十年来的中立路线 要求加入北约 目前所有30个北约成员国中 除土耳其及匈牙利外均已批准相关申请 土耳其一直指瑞典籍芬兰两国 包庇在土耳其搞独立的库尔德人组织 因此要求两国取缔这些组织 才会批准加入北约的申请 三国去年已就此达成协议 不过瑞典批评土耳其不断提高要求 瑞典无法做到 土耳其外长恰五十奥鲁早前表示 瑞典仍然是被土耳其禁止的 屈伦恐怖组织支持者的中心 这个组织被指 2016年曾试图在土耳其发动政变 另外土耳其将请求瑞典批准引渡的人员名单 从33人扩大到42人 由于申请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一致通过 瑞典及芬兰何时能够加入北约 要似乎土耳其的态度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表示 不确定瑞芬两国能否在今年加入北约 不过斯图尔滕贝格表示 瑞芬两国已履行其协议 因此现在是土耳其决定是否接纳两国加入北约的时候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